今天咱们的徐香猕猴桃已经开始发货了 看一下快递车折火已经到了 咱们的货正在准备上车 和前几天一样 打包的场地呢 还是小岩的家里边 这是小岩家的后院 然后今年是给这里搭了一个临时的棚 目前是作为咱们猕猴桃的打包仓库 大家也知道小岩今年的翠香猕猴桃 卖的还算可以吧 全网加起来已经卖了有7万多斤的果子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两天的翠香已经进入到晚期了 果子真的特别不好找 但是呢我每一天还是坚持给大家 现摘现发 看一下这些翠香呢全部都是小岩 刚刚从地里边摘回来的 每个果子呢都是新鲜的绿油油的 怎么说呢 大片的翠香猕猴桃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所以小岩呢这两天也都在东北西跑到找园子 看一下今天也下雨了 把翠香的鞋子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总之这翠香呢我们可能也卖不了几天了 再坚持个一两天或两三天吧 也就该下架了 但是大家不要伤心 因为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款翠香的平替款 也就是咱们的徐香了 这个徐香猕猴桃呢 现在是最近这段时间口感正好的时候 翠香呢它是因为成熟的早 所以说卖的也早 能抢占市场 价位也稍微能高一点 如果论甜度来说的话 晚期的翠香其实甜度 稍微比徐香的甜度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 但是咱们中期的这个徐香的话 它的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吃起来是皮薄肉厚 吃水冲盈 而且呢口感现在已经能达到一个 九甜一酸 接近于纯甜的口感了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价格 非常的划算 就是口感方面呢和脆香的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每一香的价位 大概是要比脆香要便宜一个 七块钱到十块左右 所以说前期 如果你们没有吃到脆香的朋友 这现在的徐香一定一定要尝一下哟 每一天都是现摘现发的新鲜果子 咱们的徐香米油桃呢 依然是分了三个规格 小中大 小果呢是单个果子重量70到90克 中果呢是90到110克 然后咱们的大果呢是110到130克 目前咱们打包的这种果子 是咱们家的一个中果 中果呢一层就是12个 然后两层就是24个 上下两层装 不管是小果中果大果 都会算一个珍珠棉的一个包包方式 每一项的性重是四点挖椅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你比如说咱自己吃 你不在乎更多大小的话 我感觉小果中果其实都是完全OK的 因为不管是小中大三规则 它们的甜度 它们的味道就是一样的 好啦 咱们的货已经全部装车了 这会快递车要拉到西安去中转啦 再见 拜拜